本來一直設定不過去 一路往常的上班 跟同事討論工作事項 很難想像許家魂 被醫師診斷 罹患肺癌 才剛接受化療出院 就確診這個病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面是過不去的 上個你之前有講說 生命就是要去感動生命 學習也是從別人的生命上 找到自己前進的力量 他現在在化療過程 我們都認為他應該去休息 他就覺得說他身體好的時候 要來上班 我們真的很感動 14年前 因為史立文強身是症候群 家魂失去健康皮膚 毛髮 視力僅剩0.2 只能靠特殊放大鏡看東西 長久得面對外人異樣眼光 去年蛇癌已治療完 他隨即陪伴慈青前往馬來西亞 跟難民學校學生進行互動 我覺得要把握機會不再 如果我今年沒有把握要去的話 唯有臨時又發生了這個病 我的劇本病沒有拿到那麼糟 還是可以繼續走下去 其實他的生活真的比別人更辛苦 我發覺他在面對他的人生其實還是很積極 無形之中我覺得我們也受他的影響 人生再度面臨病魔考驗 許家魂仍選擇正向面對 此期各項活動或是讀書會導讀 他抱病參與不願缺席 把握可付出的分分秒秒揮灑生命價值 大愛新聞學林林道明 歡迎我來觀看 歡迎大家歡迎